字幕志愿者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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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さん こんnizhi wa Koshiga desu 今日這個分享是非常特別的 我會口渴喝一口 大家有沒有買薯薯薯條食 我剛剛才吃完 加大了大杯分量 首先,很感謝各位,之前小鹿的影片說過,可以歡迎任何人inbox我在Instagram裡,和我分享一下大家開心又好不開心的事 真的收到網友的inbox在Instagram裡,這次收到的問題都非常難解決 這個網友也不介意我公開他的案例,只不過沒有留他的名字,沒有提及到他任何資料就可以了 但想不到第一次收到的問題都非常複雜,非常難解決 首先,我上Instagram裡,看看他的留言是怎樣 小鹿你好,很喜歡看你的影片,多謝多謝 看見你之前的影片說過,有什麼煩惱,有何找你傻,所以斗膽和你分享我的案例 我是去年高中畢業出來工作沒多久的一個女生,去年年底的時候在網上認識了一個男生 都是這樣的,現在這個世代,在網絡世界很容易用一些交友apps,認識到對象,或者認識到朋友 他就說自己的獎相不算太醜,但對方是一個非常英俊的一個男生 當然沒有照片看,我就不知道去說那個男生有多漂亮 今年年頭,他們就終於在一起了 可是呢,一齊了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他已經不停向我施壓,要跟我欺憂 欺憂? 欺憂啊? 剛剛上網查了,欺憂真的等於Sex 但是我真的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我應不應該跟他發生欺憂的關係呢? 還是決絕去推了他的請求才對呢? 到現在為止,他們仍然沒有發生任何欺憂的關係 但明顯,他跟我之前追求我的態度冷淡了很多 還時常在嘴邊,都想跟他合憂 但他覺得如果真的跟他發生了關係 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很開放的女生 我不知道怎樣,你可不可以幫我給我一點意見嗎? 小鹿 嘩 你找錯人了,我也不懂怎樣幫你 不過我盡量想不到第一次收到的 我已經是一個很赤裸的話題 說真的,我自己說錄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人 通常跟我朋友或者同事都好 和身邊的人可能有時候都會說到一些色情 可能合憂啊 可能男女之間關係的一些問題 我都會立即作閃有病 因為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對這方面來說真的非常害羞 所以很面心面,不要跟我說這些 不過我身邊真的很幸運 很多種類的朋友也有 有一些很保守 有一些很開放 有一些很經驗豐富的朋友 和我分享她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都活了這麼多年 都會聽聽他們說這些問題 這個笑略呢,我可以給一點點的意見 關你自己的事,就是你怎樣看 就是欺憂和開放這兩個詞語 其實可能真的對我自己 或者對一些很保守很傳統的人來說 講到這些當然要矜持一點好 做女生當然要矜持一點 我自己也覺得矜持不是一件壞事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是在人與人溝通之間 我覺得 講到欺憂 其實真是一個非常好說的話題 你在上班也好 在學校也好 在逛家也好 有時候我就直接乘地鐵 乘巴士都會聽到這些事情 我可以贈你一句 做人始終 很多我朋友這樣說 這些是人生必經的事 所以做足安全設施 做足安全設施 不要弄出任何責任 也不要染上任何疾病 所以做足安全設施 好看你自己的想法 你想不想有這方面的經驗 當然我知道 有些人是很享受過程 不只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享受 不過呢 試著 如果我是你交心的朋友 我是你的閨密 我會跟你說 他會不會是因為 真的想欺憂才跟你在一起呢 你不要因為他的樣子 而被他迷惑才行 都是很多人這樣說 帥哥沒有本心 帥哥也是花心的 很多都是我覺得 真的有樣子自然有條件 有身材自然有條件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沒有人不喜歡漂亮的東西 所以 帥哥或帥哥多數都是花心的 當然我不是想得罪什麼帥哥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把我這些說話 太放在心上 只是我自己的個人意見 如果是站在我的個人角度來說 我就會跟你說 就算是因為這樣的事 而分開了 都不需要太過傷心 你有的事青春 剛才出來打滾這個社會的少女 你是有很多的時間 去給你見識更多的人 見識更多的事物 所以你就可能傷心一兩天 或者傷心一兩星期 你可能已經可以回復到了 但是小鹿當然也有很多 也不太多 也有部分的癡心朋友 或者交心朋友 閨密 也有時候會跟我說 你不去試一下 你不去 有些機會 你不去 接觸一下 對我來說 當然是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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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試一下 你當買經驗也好 你當 體驗一下也好 不過 真的要做好安全的設施 說真的 在成人的世界來說 其實恥憂是一件非常非常之 普遍的事 非常平凡的事情,每個人都會這樣 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很保守,好像我這麼驚慘也不明白 不過很正常,我做人做了這麼久,都經常聽很多這樣的事情 我都很開心,少女,你有一顆矜持的心 你還在猶豫,應不應該打破這份矜持 在這裡,我可能分享一下,有一個男性朋友的經歷給你聽 這個男性朋友和我都挺好朋友的 他有一次和我出去喝東西的時候,跟我分享 他是一個蒲精,也認識了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我的朋友是27、28歲 他那個女生朋友就小了,應該是21、22歲 有一次他就進入另一個男性朋友 那個男性朋友已經30歲了 兩男一女,就前行去南桂坊高興了 不是黃色高興,當然是純粹喝兩杯跳舞 只不過是去感受一下那個男桂坊氣氛 但是那天,那個女生不停地喝酒 喝了兩、三杯 那個女生其實是很好酒量的 聽她說,很好酒量的 她喝了兩、三杯 就已經裝醉又裝還 最後呢,就不停地圈伏我的朋友 不如去開房間,開一間時鐘酒店 那就去休息一下 她就說休息一下 最後呢,扯了我那個男生朋友 和另一個男性朋友 去到那個時鐘酒店門後 就說,我們上去吧 我們不如來開心一下吧 好嗎 其實但是她神指是清醒的 我幫這個女生改一番名叫妖孽 簡直是一隻妖孽 她就勸服我,跟我那個朋友說 我們不如來個Fee Pay 好嗎 然後我就說,嘩 這個女生發生什麼事 她就推了這個妖孽 和她跟她說 最後呢,她們又找了一個地方 坐下來喝多幾杯 那那個三十歲左右的朋友 就問了她很多事情 就問她,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啊,你有沒有男朋友 其實那個女生都說 她是有一個男朋友的 那當然這個女生也不是蠢 她的男朋友的條件都不錯 原來她就說 我還這麼年輕 我才是二十一二歲 我大把青春 我還沒玩夠 我不會因為一個男人 而困住了自己 我當然想要感受多些不同的經驗 世界真是 其實真是 什麼人都有 真是什麼人都有 那當然呢 我覺得 我有些朋友都是很 easy going的感受 會情到農事 其實真是 你都阻止不了的 你不想都會變成想 因為你愛一個人 就自然會 可能真的會拋出身體 也不行 但是呢 如果你的心態變成像這個女生 那樣 還沒玩夠 只是想 吃多些不同的男人 或者一個男生 吃多些不同的女生 那就是一線之差 那個詞語就會變成 開放等於放蕩 明明 要是你的想法是正確的 就算真的和人發生了關係 也不可以說是一件丟臉的事 以我這麼矜持的人的角度來說 其實事實上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如果你是接受不到的 那就是手生如玉 如果你能接受到的 你就去試一下 只不過再三講一次 一定要做足安全的措施 總括來說 現在我是一個外人的身份 我只可以在旁邊給你一些意見 就是 你自己究竟想清楚了沒有 是不是真的想和這個男生 只能守得更長遠 對 你也要給點時間 去觀察一下這個男生 你信不信得過 你 值不值得你去拋身出來和他談戀愛 好 那今次的 這個inbox分享 就 都 大家覺得怎樣 那些小鹿給的意見 幫不幫得到他 如果都是覺得我講的是blogs 歡迎在 下面給一些意見出來 讓這個網友看到 都可以 多些不同的答案 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究竟他應該怎樣做 我就覺得 當然 手生如玉是非常之 一個美德 一個矜持 一個好的事 我的手工衫都還在 另外另外就是 要跟大家說 趁著小鹿 還沒有新工作的時間 我都是比較 休閒比較 但沒有什麼做的 那就有空和大家 去聊聊天 去分擔一下大家 開心或者不開心的事 歡迎去小鹿的Instagram 追蹤我的Instagram 在IG上跟我一起聊聊天 如果你不介意我公開你的問題的話 我是不會留名的 放心 就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一些不開心的事 讓我可以 出一些關於今天這樣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 所以 我會坐在這裡 坐定定 等你來inbox 今天這個分享到這裡 喜歡小鹿今次的分享 記得按一個訂閱 也可以訂閱小鹿的頻道 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